字幕提供 与您的支持者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支持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支持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支持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支持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有英特兰论 24小时都可以上网 看到他们电视节目 这样跟朋友讲 你要看我 没有看过我 自好上网去看 那就可以告訴妳的朋友 好可憐有沒有 男子他跟爸爸 他什麼時候成立啊 四面半 他都不知道 剛才我就心裡一關 所以妳臉上的關 後來怎麼處理他 妳心中在處理妳的時候 結婚就沒了 他一開始追我的時候 就開始沒了 所以老天爺 你看他的屁股很棒 這樣 老天爺走 這個屁股是不是 屁股不夠漂亮 這樣 這個屁股 其實妳看他那個電視 有的更恐怖 這就是 一邊看他 是 那邊看他 我看他 然後我就斷 看他這樣 來來 進來一起啊 那你覺得 對 那個老闆說 對 我看他這個 之前已經在裡面 啊 人家是那個老師 寂寂的 沒有 你會走回來 就不早就把你都回來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重新来 没有人要看 一定有人要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彩虹心灵第三集的节目 好高兴又跟一群的朋友一起聚会 然后这次有文体加入我们 还有丽娟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各位朋友好 我是黄敏云 这是我们彩虹心灵第三集 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多朋友来一起谈谈 赛斯书跟这个新时代身心灵的想法 对我们自己的影响 那坐在我旁边呢 第一我自我介绍 我叫黄敏云 你自己自我介绍吧 各位观众好 我叫黄丽娟 各位观众好 我叫李士成 各位观众好 我叫吴嘉惠 大家好 我是王真真 各位观众好 我是唐丽 我叫李兆强 我是齐芬 刚刚大家都稍微介绍了一下 那其实有一些是老朋友了 上一次也参加过我们的录影 那我想今天呢 想要大家做一些分享的 实在因为我们都是赛斯读书会的成员嘛 那大家呢也都接触New Age的东西 我想New Age其实已经在现在变成一个 好像世界性的活动 那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意识层面 然后让我们生活得更快乐 然后回归到对人的信任 对大自然的爱 对彼此之间的爱 那是在新时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核心概念 那今天呢我想请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再接触New Age也好 接触塞斯也好 那之前之后有没有一些不同 或者对自己的生命的经验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有一些如果有特别的一些事件 或者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 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这一个 我们一小时的节目里面 除了我们自己这一群朋友以外 也跟在电视机前面的您一起 其实不是电视机啦 是网上的 那在观众朋友一起分享 我们这一群人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怎么样让自己更开心更快乐 然后生活得更自在 有没有谁要先开始 Wendy 被点名了 好像被点名就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 OK 我想在接触了塞斯以后 对我来讲是蛮有变化的 然后过来又是许医师到了Toronto这个地方来 然后他因为许医师大家都很清楚 他其实他是一个很不拘小姐 你会觉得说他好像不是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他好像无所谓 那你讲怎么会有人可以活得这么蛮潇洒的 然后过来就看他的书听他的CD 然后你慢慢从他听他的CD 以后你会其实有很多的观念 你会慢慢的改变 其实我们面对很多事情其实是一个观念 你把那个观念稍微转变一下 或是念头转变一下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蛮好过的 那我刚刚从台湾回来 我这一次刚刚去参加了赛斯村 赛斯村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三天的一个研习会 是这一次我去参加的就是一个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研习会三天 在哪里 在花莲 花莲有一个赛斯村 在凤林 那三明水秀又有瀑布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那我去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前呢 书名是跟我讲 他说叫我回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到底是我去那边学到了什么取经嘛 然后其实我回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看到了一个不可能的可能 什么样的不可能的可能呢 因为我这一次去参加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学生也是七十多岁 他也是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 从台湾他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的是不可能的可能 他从他在十多年前 一直在他心中的很多的事情 他在这一次参加的活动以后 他能够在三天把这所有的事情 统统转面放下 统统转面放下 我非常的感动 我非常的感动 那当然是我有经过他的许可 我可以分享的就是他有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跟他的儿子 他跟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他一直觉得他的 他儿子也是个professional 因为他七十多岁 他小孩也很大了嘛 又有孙子啊 又什么的 但是他一直跟他的儿子的关系 他也觉得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相处 然后他会去要求他的儿子要做一些 你就要比较乖 你比较好 然后你脾气不要这么不好 或是怎么样 但是他儿子没有办法听妈妈讲这一些 然后他这次去参加这个活动了以后呢 他发现自己一个问题 他发现说其实他的儿子是像他 他儿子是像他 然后呢 他如果没有办法先改变他自己的时候 他怎么去改变他的儿子 所以他这整个家庭 他自己也体认到说 问题其实是 如果他能够自己先去面对 他去面对他自己 去改变他自己 他就可以让整个家庭 其实都可以慢慢的改变 然后所以他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儿子 他跟他的儿子说 儿子一接电话就说 儿子我爱你 他的儿子当然很惊讶 你一个四十几岁的人 听到一个人跟你打电话说 儿子我爱你 你会不会吓一大跳 而且妈妈是七十几岁 但是我最不可想象的是说 因为我自己的妈妈也是那个年纪的 你会发现说 哇 他竟然可以把我爱你讲了出来 非常的不容易 讲了出来说我爱你 然后他跟他儿子讲说我爱你 然后儿子当然就吓一大跳 然后回答他说 你是谁 你是谁 然后你是谁了以后呢 他最震撼的是下面这句话 他跟他儿子说 我是你的新妈妈 我是你的新妈妈 他愿意去改变了 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新的妈妈了 所以这一点让我很touch 我认为说 哇你真的很不可思议 说你可以在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他已经是说他人生走到这样子 他一定很固执说 我说的就是对的 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在 我为什么还要在低头 我为什么还在做这些改变 来配合你们或是怎么样 然后所以他就是到最后 他就他愿意讲出这些话来 改变这一些 所以我觉得说人的任性真的是 你也不是这种 没有不可能 所以我说这个是那个不可能的可能 这个是我觉得说 我这次去想要跟大家分享了 去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 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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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刚才讲不可能的可能 我就想到齐芬的婆婆 比如说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去参加那个旋转工 然后这样跟着转一个礼拜 对啊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在一般人来讲说 很难想象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这样子转竟然还都没事 八十八岁 那齐芬可不可以也做一些分享呢 我想我如果接触到新时代的整个概念 跟其他的书籍或宗教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对时间上没有那个限制的那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学其他的东西的时候都会觉得 那历史已经在那里了 然后没有那么久做了那么多的错误 那我如果要一个新的人生 一个新的个性 好像永远有一个历史在那边捆绑我们 那我觉得新时代好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新妈妈 我在新时代的这个读书会里面 看到很多人有了新的个性 新的人生 新的关系 它是就是这么快的 就可能了 那后来因为 接触新时代的东西 我知道我对我的婆婆不能在意 有她是几岁的概念 她每次来呢 我希望她几岁 我就必须在脑中想象她是几岁 我用几岁对待她 所以如果你看到更可怕的事情 是她在台湾 因为大家都觉得她88 89 甚至现在90 所以她去回去台湾 在大家的概念里 她马上就演那个90岁的老婆婆 让两个人参扶 甚至坐在轮椅上就让人家推 可是她来这边的时候 她马上下飞机 就开始蹦蹦蹦跳了 常常忘记那个拐杖 是要给她处地用的 她常常为了要走太快 所以她会把拐杖踢起来 然后就跑去跟人家抱着 跳跳跳 平常三只脚都站不稳 可是还可以跟人家抱着 四只脚在那边跳跳跳 所以当你经过这些东西以后 你会发现说 它最powerful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不会被任何东西限制 如果你不想被限制 没有东西限制你 然后你可以除了去看过去 了解原因了解得很清楚 事实上你更棒的是 你掌握你对未来的所有的可能性 而且是你掌握的 你要让什么东西可能 只要你愿意现在脑筋画一个蓝图 然后你也相信它会发生 然后它竟然就发生了 就这么简单 我想现在人都很怕麻烦跟复杂 而它确实很简单很简单 就心想事成嘛 几乎就简单到这样的程度 对 但是怎么样子可以让心想事成 其实很多人一直都在想啊 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但是那些都不会发生 那个不发生跟那个可以发生 那个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过程我是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从很小的时候 就是想说 有些人一生就爱上舞蹈 有些人一生就爱上美术 他那个爱就是很单纯 没有去讲理由 他第一眼看上一个东西 他就让单纯的自己就爱上 然后爱上的话 你如果继续去做 那个过程好像都变得不困难 人家就说 你有什么突破那么多困难 好像对那些人来讲 并没有什么突破困难的那个process 可是我们人好像用脑袋 越想得越仔细 那可能读过的书啊 看到的历史啊 旁边的人也带来很多的 其他的讯息说 但是我有个朋友更好玩 是他本来一生都很顺遂到 好到不行 可是妈妈喜欢跟他讲口头禅 就是说 如果你好命这样乱用 一定会用光 他刚开始还会顶嘴 说不会人家我命就是好 可是顶久了 就觉得妈妈还开始有道理 真的整个家运就败下去了 那败到现在他相信果然 像我这样用久了 把好运用光了 我就没有好运 他就开始很欲足的 运很烂的过了五六年 最近来上我们读书会以后 又开始想 对呀我以前都觉得 命好是很简单的事 就命就一直很好 可是妈妈天天骂念 开始我不顶嘴 我觉得妈妈好像有点道理 整个运就下去了 他接受了妈妈的话 就是他开始也想了一个新的 信念 就是说对呀像我这样子 是不行的 然后他最近开始 他就说运又改过来了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 就是不要去多想 可是我觉得那个欢喜 心可能要出来 就是你爱上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你用爱上的 好像要让它发生就很简单 就像爱上钢琴 爱上美术 爱上舞蹈 那如果想很多的时候 我想正负信念都会进来 会在那边打架 要发生的时候 可能就会吃力一点点吧 我想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上面也是 好像反正现在做什么就是好玩 做什么事情都是以好玩为主 就好像说来弄这一个节目也好 或者说我另外在电台也有一个电视电台的节目 然后会到医院去做一些探访 跟一些朋友接触 那我就觉得只是用一个 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自己是让自己觉得很开心 很快乐 就是很当下的在那个状况里面 那我觉得我自己很被引爆 自己非常的快乐 而那快乐很多事情 我根本就没有想 他要会走成什么样子 但是好多事情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来 然后也看到说 奇怪我根本没有想 从来没想过说 要去上电视台 要去上电台 根本没有想过的东西 就一个一个来 然后没想说 有一群朋友 大家可以坐在这里这样子聊啊 谈啊 但是它就发生了 好像生命里面 真的就像齐芬在讲 好像快乐本来就是很自然的 应该的 或者你讲应该的 好像真的就是在那个信 你要说有信念吗 或者没信念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 好像就是觉得 它就是正常就是该这个样子的 那整个人就是每天就是很快乐 刚才你在讲事件 那我也有一个事件 你们在讲心想事成 我也有一个事件是心想事成 但是我要讲一个 是比较负面的心想事成的事件 真实的事情 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加币对美金 加币强到不行 所以很多人到美国去买车 不好意思区区载下我们家 也干了一件这个事 也干了一件这个事 就越过了国界 去Cincinnati买了一部车 当时是我儿子要换车 他就说去就要求他爸爸 跟他一起去Cincinnati看车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Cincinnati 不选择Buffalo 是因为Cincinnati的血不多 那个因为儿子要换车 要换second hand的车 我们Canadian不能买新车 只能买second hand的车 然后再开过来 所以必须去Cincinnati 去那边的那个气候 还好一点 那个二手车的那个底盘 不会损耗 他们来回跑了两趟 第一次去看车住motel 第二次是牵车 然后就回来 然后有一天 他爸爸就打电话说 快要下雪了 你要去换雪胎 那个儿子说好好好 后来这过几天 又打电话又好好好 有一天真的下雪了 他爸爸就一天打四通电话 问他说你换雪胎没有 你去问了没有 我那个儿子就生气到不行 我跟我老板吃个饭 我老爸还要一直打电话来吵我 问我换雪胎没有 我以前开那个 那个旧车的时候 胆功啊恰的时候 你没有一天四通电话来问我 这个车子的事情 怎么我开了新车 你就一天四通电话来骚扰我 儿子接电话接得很生气 口气也不好 然后说然后讲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说 你是爱车不是爱我吗 你关心的是车不是关心我 这个老爸也气到不行 后来就两个人当然就叉叉叉叉叉叉了哈 然后那个老爸那天就很生气 就说他的那个怒气 其实在他里面酝酿 我也不大知道到底是怒到什么怒 那事后发生的事情 才知道怒到怎么怒 事后发生什么事呢 这就他老爸就跟儿子不愉快了 然后就不讲话 不想往来 他老爸生日 他儿子要跟老爸吃饭 老爸也不答应 好有一天终于我在中间斡旋 斡旋的差不多了 就跟儿子讲 讲了一些 他听得进去的话 儿子就打个电话 跟老爸道歉 然后请老爸吃饭 就我们选到一家多伦多 最挤的餐厅 神灯 因为老爸他那天 他刚好也要加班 所以去神灯我们比较方便 结果我们那天就去了 跟老爸约好时间了 神灯那个餐厅 大家也知道 朱多伦多知道 他是客满的 停车位是满的 但是我们那天等老爸 等了半个多钟头 老爸还没来 结果后来终于到了 我们就吃饭 吃完饭 我们出去的时候 老爸就告诉我说 你看看那个儿子车子 一看儿子车门凹了一块 我问怎么回事 老爸说 是我的车门撞过去的 他说一下车 全神灯没有一个parking lock 没有一个spot 只有他儿子旁边那边 有一个spot 他就停过去 停过去一下车 一股歪风吹过来 老爸来不及拉那个车门 就啪打到儿子的车门 他第一个下车 他说这下子打到一个lexus 他第一个moment 他不知道是打到 他儿子的车 等他第二个moment 在看车牌 车牌儿子是什么 几号也搞不清楚 在看车子里面 有他儿子的东西 他发现他打的 老子打的是儿子的车门 好 就跟我们进 在吃饭的时候 他都没讲 那怎么这么巧呢 我就跟他讲 因为老妈我念了赛斯了 老妈我念过赛斯了 所以就跟他说 这不是巧合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老爸的愤怒 非常非常大的愤怒 因为这个孩子 跟他讲的话 让他伤了心 所以他那个愤怒到 他就有一个 有一个picture 他说我宁愿把这个车子毁了 证明我不是爱这个车子 我爱的是你 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那个picture就出来了 但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讲 只是他 他有按照他那个trigger 他那个inner self 我们再讲内我 内我是很powerful的 不要忽视心想事成的威力 内我 你只要按到那个板机 他就会work 他就会成真 他很生气 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气 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个现实世界上 就让他发生了一件 不可能的可能 那个满满的停车场 只有留一个位置 给他老爸 去停在他儿子旁边 打他儿子的车门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就说这是你的inner self的怒气 让这件事情成真 你的内我知道你有这么大骨气 他要让你find a way out 他要让你这个怒气 有一个管道出来 不然对你不好 他为了你的最大的benefit 他就让这个事情演给你看 他说那我还是舍不得 把儿子的车门敲烂啊 那你的inner self没有帮忙啊 是帮到忙啊 我说没错 那时候他不会管你帮忙还是不帮忙 他只是反应 你的callin是说我生气 你的订单是你生气 他就让你这个气有地方出 他就给你一个石像 让你这个气能够出来 一个管道能够出来 我就跟他讲一个story 我们台湾以前一个邻居 他有一个太太 他非常非常的humble 每天从早做到晚 可是他的老公动不动就说他 你把一口三 国语就是说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然后他的公婆也很不appreciate他的心情 他的三餐的那个辛苦 小孩子学到爸爸 对母亲非常没有礼貌 久而久之母亲有三斤半夜 他就抓狂了 他就妈祖或是什么三太子附身了 三斤半夜就乒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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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价值 他的没有价值的 否定他自己的一个 他trigger到他的inner self 他的inner self必须出来帮他 所以他就真正的 真正的他就变了一个人 他就三斤半夜就乒乒乓乓 他就走七星步 念念有词 把这个邻居上下都搞得 这个鸡犬不宁 结果呢 他的公婆 他的老公就把他送去精神病院 送去了两个月 那今天他的inner self来帮他 为什么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end up 是精神病院 他的inner self不负责这一段 他只负责把你的累积 积压的那个trigger的东西 他帮你find a way out 所以你的create your reality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老公慢慢也能够接受 这个不是巧合 那但是我要说我并不是这么clean 因为我有involve这个世界 因为第一时间我听到 我在台湾 我听到我老公说 我帮你 我们去看了一辆lexus 我第一时间我是不以为然 我说一个年轻小孩子 为什么要开到lexus 不需要这样子 年轻人不需要摆这个谱 我第一时间我的心向是不以为然 所以这个事件我也有参一脚了 你的那个不以为然 其实也压到你自己那里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也不是那么clean的那个 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参了一脚 我这里也必须要交代一下 可是这个其实也反映在新时代里面 也有一个概念是 其实你所有外在碰到的东西 其实都在反映你的内在的状态 这个也是新时代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好像在你这个例子里面 其实就是活生生的呈现 爸爸心里面的一些什么状态 结果就直接外在 就去撞 就去敲打孩子的车子 然后其实你自己对这样子的状况 并不以为然 结果孩子的车子也有一些状况 好像就是在反映出来 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反映出来 不是巧合 不是巧合 所以这里很棒 有时候我们你会发现 有时候我们在讲话 出去没人听得懂 我刚刚来在路上跟丽娟讲话 我们要讲什么 他说我讲的没人听得懂 我现在开始跟朋友讲话 有时候像刚刚真真讲的那个例子 如果从来没有接触到说 你自己创造你自己的思想 你也是参与你身边任何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他真的会听不懂 我们在讲什么 其实这个有一个好处 像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证明给儿子看 车子毁了 你还是我儿子 我还是爱你 所以所有的发生真的都不是巧合 而且有一个更深的意义跟价值在那里 其实有时候我们讲的话 人家听不懂 尤其是当蔡乐松做什么事情 我说有意义 没关系 有价值 他更是听不懂 人家不晓得蔡乐松素水 蔡乐松是我贱 我丈夫 要不要讲一下 你讲话人家听不懂 我讲话人家听不懂 其实读了赛斯 我想最大的好处 就像刚刚齐婚讲的 时间都是一起的 过去现在未来 都是一起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我就觉得 是啊 我现在随时可以准备好 要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这个是我觉得读了赛斯以后 最有信心的地方 昨天不好 明天不好 都没关系 从头来 然后会感激说 我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我遇到的都是 我想要学习的 就是我的内我需要学习 所以他就会出现出来 一些状况给我学习 所以现在活得会比较开心 就是说每件事情都是我要的 然后都是我可以去创造的 跟别人讲 有时候真的 也没有必要他们听得懂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这个观念 你跟他说 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的 这句话就没有人听得懂 不过有一些人 如果他们有过一些 心理治疗的经验的话 他们就可以了解 因为其实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件 就带到现在来 然后在现在这一个场景里面 去想象 可能你爸爸在你前面 你妈妈在你前面 或者哪一个跟你有仇恨的人 在你的面前 然后你去跟他讲话 去跟他做一些澄清 去把一些想要告诉他的事情 去告诉他 那有一些你的感觉就会变了 好 那那个很明显的 那如果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 他就会知道 其实真的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是可以到现在来的 甚至一些已经过世的人 我都可以把他请到我的前面来 我跟他做一些对谈 然后我对他的不舍也好 或者是我对他有一些亏欠 还是我想要跟他说什么话 都可以在这个当下 然后我把它完成 那那个其实都平复我们自己的一些心情 或者平复我们的一些情绪上面 我们可能有一些受伤 或者有一些还需要去完成的一些未完成的事件 都可以在这个当下就把它完成了 那如果有一些这样子经验的人 他会知道 真的是你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在新时代里面一直讲 当下是威力之点 在这个当下 那现在 Be present 那我们能够把握的 其实就只有当下而已 Here and now 在这个moment 我们能做什么 然后其实我们每一刻 这一刻在做的事情 其实都在影响我们的未来 而我们的过去 带到我们到现在 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是可以回去 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状况 做一些改变的 那个改变也会影响 我们在走未来的路的时候 可能都会变成有不同的选择 我相信各位都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吧 或者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可以做一些分享 我学了赛事以后呢 对于一件事情 是让我能够走出来 就是说 我的那个自爱了 那个 离开走了 如果是那个 通常的想法就是说 为什么会是他那么年轻 就那个就走了 但是自从去了那个赛事以后呢 就知道呢 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功课 所有学习的已经完成了 那他讲在别的地方 别的世界上 他还有他的功课要做 所以我呢 就是说 你要给我一个那个功课去学习 如果这样子去想得通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走出那个悲伤的那个痛苦 不是说 可以忘记他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 比较容易走出来 去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这样子呢 我就会比较容易 那个好像走出来 虽然以后 经过一段时间 但是呢 就说 不会说 稍微 那个好一点 就不会说 那个 那个沉重在 那一段时间 要很久很久才可以走出来 可是还是可以感觉到 事成的难过 还是会怀念 我想那个怀念大嫂 那个是很自然的 那是人之场景 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现在真的看不到他了 他不在了 但是 我知道他在我的生命里面 曾经陪过我一段路 然后我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而那个会让自己会比较心安 那也会比较祝福他 但是 现在可能要来面对 要处理的是 我自己的那个失落 我自己那个不舍 对不对 好像在 我想这个都是人生的功课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在生命里面 都会遇到 都会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 面对亲友的生老病死 甚至我们自己的生老病死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我们怎么样的走过 那我相信在读New Age的东西 对于New Age的东西 有一些了解的人 会更坦然 更知道我们可以怎么走 那有朋友想要愿意做一些分享吗 在这个部分 我知道丽娟的爸爸也才刚过世 那不晓得丽娟愿不愿意做一些这方面的分享 你怎么样陪伴爸爸 我也是用这种心态 因为每个人生都会带给 人跟人之间都是互相影响的 尤其是来当父亲 这个角色 对我来演当然是 那我来带一下我妈妈的经验 我爸爸已经过世26年了 那我妈妈的过程 所以说过去未 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 这个伤心已经26年 但是这个心痛在现在这一刻中 妈妈还是感觉得到 更好玩的是 他现在对爸爸的感情不但伤心 有很多时候很愤怒 你去哪儿把我放在这儿 你去了爸爸你给人放在这里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情绪 但是虽然爸爸已经过世26年 还是在现在妈妈一直在 感觉这些情绪 尤其他在寂寞的时候 没有人讲话的时候 找我弟弟弟弟做生意很忙 所以现在就用赛斯的方法 这都没有关系 拿个椅子过来 可以跟爸爸讲话 我跟妈妈解释 我妈妈已经81岁了 他说哎呀但是他死去了 没关系 因为你要讲的 是跟爸爸的精神讲话 你要释放的是 你对爸爸的所有的情绪 所以他说哦这个样子 我说没有关系 你去试一试 反正试了没成功 爸爸也打不到你 那你要骂至少你心里很舒服 所以他开始就这样做 三天前我打电话给他 他还在讲啊弟弟怎么样啊 弟媳妇怎么样 我说那你有没有用什么方法 他说哎我忘掉那个椅子 我要跟我去搬椅子 来用空椅子话 来跟爸爸讲话 跟弟弟讲话 所以这里妈妈有情绪的时候 因为我在加拿大 他在台湾 没有办法帮得上忙 但是妈妈自己已经找到 不同的方法 可以释放他的情绪 也让他的内在世界比较宽阔 也让他对这个死亡没有害怕 他觉得死亡其实活加讲得很对 是往生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是赛斯帮我忙忙的地方 空椅子法其实在心理学里面 常常在用 尤其在心理治疗里面 用的非常的多 如果有一些心理 有接触一些心理治疗 或者心理辅导的朋友 可能就会对这一个技巧 会非常的了解 他不只在赛斯上 有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 是通通都可以运用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 让那一个精神体在这里 然后我在跟他做对话的时候 把我内在的一些情绪状态 可以赤裸裸的呈现 而并不会伤到那个人 或者不管他在不在事 但是我自己的部分可以做一些处理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 而且非常非常有效果的一个 应该这样讲一种方式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试试看 想想我妈妈现在在 每天早上在台北的青年公园 去跟她一起运动的老太婆说 可以拿个椅子 跟你那个先生讲话 蛮好玩的 所以好像什么年纪 通通都可以学了 真的不是说只有年轻人才能够学 其实有听过很多人在讲说 老狗学不会心把戏 其实基本上我是不相信的 因为像我妈妈那时候过世之前 我爸爸也是重新开始学会 怎么样子去跟我妈妈面对 因为像我爸爸基本上是不太能接受人家哭 只要人家难过哭 他就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下来 因为他自己没有去碰触自己那个软弱的部分 他不愿意接受 可是因为他这个部分功课没有学好 所以他周围的人 我妈妈 我我们动不动看电视也哭 他老是就是一直在挑战他 他就必须要去接 怎么样去学会去处理跟面对我们这些部分 那当然以前的方法他都用骂的 人家就说你是不是水龙头长在眼睛上 他就用一些诙谐的方法去转移 让你不要哭 可是呢 后来到我妈妈得癌症的时候 那样的状况 妈妈真的是有难过嘛 那你还要他不哭 其实很不尽人情的 那爸爸开始学会 当妈妈想要说话 妈妈难过的时候 你就是握着他的手 就听他说 爸爸后来学得非常好 一开始他很不习惯 因为尤其你想现在已经八十岁的人 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很少会在 在孩子面前去表达这样子的亲密的动作 所以他真的是重新在学 但是后来他就很自然了 然后手可以握着 还有一只手可以到肩膀上就是去拍他 我想在妈妈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爸爸学到非常多 那我就想说人生真的是在各个阶段 其实就像刚刚齐芬也在讲 或者丽娟也在讲 所有过去不管发生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当下我决定要改变 我就有能力改变 我绝对可以学习 我绝对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那个是非常非常鼓舞我们的 我相信是 不晓得赵强有没有什么想要做一些分享的吗 我就是学了新生命 就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事情就可以自己可以把握 因为以前总是不管是身体方面 还有其他关系方面 总是找外面的原因 像外调啊 就是好像身体不好 老是去找好医生啊 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可以医啊 还有关系不好 总是怪别人的事 别人的不对怎么样 那学了赛事以后呢 就觉得学到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自己的信念创造的嘛 是吧 那居然是这个石像是自己创造的 就这个主动权就拿回来了 是吧 就自己去跟他们 跟读书会学 跟那个自己看书CD 然后跟其分他们学 就是还有那个他们 他们教我们怎么样去察觉 察觉是什么样的信念 造成了我的身体情况 造成这样的分析关系情况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去转变信念 转变信念 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的身体情况 或者关系情况 就逐渐逐渐的会变好 是吧 好像就是对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状况 就是负起责任了 然后就把整个力量通通拿回来了 对对对 我知道这个是我创造的 所以既然我可以创造它 我也可以不要它 是是是 就开始可以知道 我可以找一条什么样的路 倒回去走 然后把这些东西 慢慢慢慢把它排除掉 对 因为一个新生命里面 最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信念创造实现嘛 你创造你的实现 就是因为以前不知道 所以现在学了这个 就是这个最能力的 我觉得那就是把自己的主动全拿回来 你相信什么什么都会成真 对对对 对我也觉得在生活里面 现在最好玩的是 就是去找自己的信念 自己跟自己在玩游戏 所以我讲究竟为什么我会讲这些话呢 为什么周围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对对对 所以我 我觉得学了这个赛斯以后 我就觉得最好玩的就是 就是这一方面 就找自己的信念 跟自己玩啦 一般就是我平辞的这些话就是 碰到什么事就是 就是找外面的原因嘛 都是别人的错 对对不对 當然是 做錯了 我的身體不好就是環境啊 食品啊 什麼什麼 當然這也有一些原因 但是學了新時代之後真的這個信念 就比這些東西 比另外外面的東西更加 powerful 身體的某些狀況 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有很多 有那些信念造成的不開心的壓抑啊 或者怎麼樣 慢慢慢慢轉變了之後 所以現在就是帶了讀書會 就是自己也有機會學了很多 然後就是夜市帶了以後呢 更加覺得自己有很多東西欠缺 有很多東西要真的好好再去寫 像這個方面就是那個喜芬啊 就是她很會察覺 她就是一聽就知道 你看她就是畫背面是什麼東西 背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一直跟著她學嘛 就慢慢慢慢也學到了 除了在打坐著之後 察覺之外 就是自己不斷地在生活上 去時時刻刻去察覺 是自己的情緒 是吧 不開心的地方是哪一個 對 所以就是要 不光是要讀書 讀了書以後就是要用在生活上 是吧 對 趙強也剛剛也提出來了 有些人講說 其實很多信念後面 或者生氣的後面 很多情緒後面 其實是帶著有一些信念 對 那一個情緒上來 一個不開心上來 其實往後看 我後面我相信的是什麼 那通常都是因為出現的結果 跟我的期待不符合 所以我才生氣嘛 可是如果我可以找到那個後面的信念 如果覺得他對我不好 所以我生氣 為什麼他走過去 他沒有看我 沒有跟我打招呼 他一定不忠視我 可是這個東西 信念都可以被挑戰的嘛 到底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這個部分 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覺察能力 會越來越強 好 那剛剛佳慧 Windy要講什麼被我打斷了 我現在當然有點老人事態 忘記我要講什麼 這也很正常嘛 就煩人嘛 總是會碰到一些問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當然是 我剛講大家都是煩人 你會有喜怒哀樂 那你當然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有人是比較快快樂樂 那有人會生氣 但是你這個情緒一定都要出來 你不出來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解決 你畢竟是煩人 你不可能像那種 你沒有超脫到說 你是一個聖人 你是什麼性妄愛啊 你又是慈悲啊 什麼通通都要會 你不太可能做到那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有情緒就一定 你生氣並不是不好 那當然上一代的人 他會這樣也說 你就忍一下 但是有沒有發現 那個忍怎麼血 一把刀 對嘛 那多難過 在你的心上 那你為什麼一直要在那邊忍這個東西 然後這一次我去參加這個 認識自我這個學習營的時候 我就成長營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就很有趣 我們一起在一起的一個人 他很年輕 他得了一個肺癌 他得了肺癌 然後呢 就我們幾天這樣一起下來的時候 許醫師就給他兩個功課 這兩個功課 你要是在以前的人聽到說 你笑欸 那種東西有事情啊 那給他什麼兩個功課 一個就是說 你回去以後 你要學會計較 怎麼跟他去計較 然後呢 第二個功課就是說 你要學會生氣 你覺得對你不對的 或是怎樣 你就要生氣啊 而且要氣出來 要氣出來 大聲的都罵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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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的 你一定要計較 你就覺得對我就不公平 為什麼我不可以跟你計較 對不對 那因為你就是不計較 你也不生氣 我就忍嗎 沒關係 忍到最後你就是得了病 你就會生病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 真的畢竟是 反正因為你還是 你身跟心跟靈是在一起的 那你只照顧到說 喔沒關係 這樣子這樣子 那你是不是對你的身體傷害很大 你也是對你的傷害很大 所以你只能夠忍受說 到這你就變成那個cancer患者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 他跟他太太去參加 那個cancer患者跟他談 都很年輕嘛 然後太太就說 因為他剛剛發病沒多久 還發生沒有多久 他就太太就開始陪他 就是兩個就是流子挺心的 就開始陪他先生 然後他就認為說 喔我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開始去求這個道理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多活幾年 那許醫師就回他一句話 喔你很樂觀 你還用年來計算 還用年來計算 那其實就是說 真的是看他給他的公會 就是說你就是要生氣要計較 因為你不去生氣 你不去計較的時候 你的病就是不會好 就是不會好 這是來跟大家分享 不管你就是煩人嘛 因為我們是煩人 因為生氣是沒有關係的 計較也沒有關係 對 因為我認識的人裡面 就是說如果他從小的環境 是允許他表達他的不滿 不同意的時候 那好像這個人的情緒 一直可以有充分的表達 他就比較不需要用生氣這件事 或者他即使生氣 他的生氣的那個程度是 所以基本上那個生氣會變得很不合理 因為當我們大家一直這樣聽的時候 只是很擔心 所以有些人覺得說 哇那這樣子學的這個東人西的人 大家都拼拼啪啪啦 好像火箭炮一樣 那其實不是 那是如果他剛開始生氣很像 拼拼啪火箭炮 其實是他那個很久的壓也正在做釋放 可是當他知道他可以 旁邊的人也允許他的時候 當那個允許在很像說我肚子餓我就可以去吃 我肚子餓就可以去吃 那我就不會有過度累積的那種不正常的食慾 需要暴飲暴食這樣子 所以我看到那個process很美 就是說其實如果從更小 每個家庭都有這樣的概念 允許小孩發表他的負面情緒啊什麼的 那這個孩子其實後來反而不會變成是一個很暴力 一定要一直生氣的孩子 可是相對的如果他已經被壓抑一陣子 而你允許他一段發洩期或排毒期的時候 那他後來漸漸的就不需要用生氣 他就可以更前面的用表達的方式來溝通了 所以倒不至於說好像學這個人 到時候都在家裡說 變成好像天方夜明 我發現那個process走得很美 就是開始願意允許了以後 反而沒有那麼強大的欲望 然後沒有那個累積爆發醞釀 然後砰這樣子 不過我想會那種噴噴噴噴的那個真的就是壓抑很久 累積很久很久 所以就像那種壓力鍋 一下子爆的時候是爆得非常厲害的 但是那個如果環境是允許的 其實會慢慢慢慢減壓 那個次數就會越來越少 然後比例也會越來越少 可是有時候不爆的話 變成一些心理疾病跟生理疾病 其實大家也還是 就是家人還是一定要跟著受苦 所以不如在能夠 就是說做一些紓解的時候 或者做一些表達的時候 用表達跟紓解的方式 來一面轉化成到最後 要比較長期的時候 生理上的病苦的時候 那時候反而更辛苦 我想其實是有一些些可以做的事情 那其實如果說在心理治療上面 我們常常就會建議說 你生氣 你不必去直接對當事人 你可以去找一個空曠的地方去叫 你可以在家裡去打枕頭 你可以在車子裡面 只有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愛怎麼罵你怎麼罵 你用一個不會去傷害別人的方式 然後去紓解你的那種情緒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自己必須要帶一個覺察 要不然有些時候會變成一個 會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反應 你只要有一點不高興 你就用這種方式 可是你還不知道 不太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這都是一個練習 讓自己一步一步的 可以慢慢的把這些情緒 可以做一些疏導 也可以教導家裡的人 其實讓孩子們知道 讓配偶知道說 我現在心情不好了 我需要一段時間 我要一個屬於我的空間 所以我自己現在在房間裡面 你聽到任何聲音 你不用管我 我大概一個鐘頭 半個鐘頭我會出來 我只是在發現我的情緒 你如果有一些事先的溝通 讓他們有一個心理準備 其實他們會慢慢 他們也會學會 其實在我們家裡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我孩子小的時候 他會說我現在不高興了 我要進我的房間去 我要去發洩情緒了 然後等會兒就會聽到 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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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那種聲音出來 當然我想這個是互相學習的 那孩子學會 他可以用這種的方式 然後之後他可以跟你談 我剛剛為什麼生氣 是什麼事情 你為什麼用那樣子的表情對我 我又沒有做錯 然後像孩子就會 我兒子小時候就會跟他爸講 你如果要打我的話 你不要打我的臉 我屁股讓你打沒關係 你為什麼要一個臉就這樣打過來 這樣子我很沒有面子 然後他會這樣子跟他爸爸說 他說而且你知不知道 你這樣子一巴掌打過來的時候 我可能會有耳聾的危險 那時候很小才七八歲 然後再這樣講 那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孩子可以這樣子表達 所以在我兒子身上 我沒有看到什麼 那種青春期的派逆 因為他可以一路 他有情緒有不高興有什麼 他可以講可以表達 而且到後來他的那種 好像需要去房間裡拼拼拼拼 也沒有了 因為他一點點不高興他就講了 他根本都不需要要到 要去用肢體動作去表達他的那些情緒 那這個真的就像你說 其實是一個很美的過程 但是每一個人身上的狀況不一樣 跟看他身上累積到底有多少 非常有關 累積得越多 他在釋放的時候 那個能量可能就越強 他的強度會越高 那周圍的人可能需要多一點的心理準備 那如果說沒有那個 累積的頻率沒有那麼多 他平常就能夠談和能夠說 或者說像讀書會裡面 他有一群朋友 可以有機會讓他去講這些話的話 其實那個爆發力都變得很弱的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爆發力 或者太大的爆炸力 那我想這個真的是 其實在教導孩子也好 或者對我們自己也好 在一個整個身心靈健康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點 我們怎麼樣子幫助我們自己 或者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的孩子 可以維持一個身心靈的健康 我想這個是我們都可以學的嗎 這是需要經驗 因為我的經驗是 我第一次我先生準備好 要跟我講話 他說他有氣要講 但是我沒準備好啊 你有氣沒關係 他一開始講我人跑掉 因為我沒有準備好要接受他的氣 後來過了兩天 我說我準備好了可以開始談 還是談了 他開始有情緒出來 我還是要跑掉 所以這個是需要練習 我們旁邊的人 我自己現在慢慢了解到 我們很容易去丟手帕給一個哭的人 但是我們很不容易看一個在那裡憤怒的人 在那裡發現他的像說許醫師說 叫那個人要去討價還價 因為我發現我不能接受別人這樣討價還價 我也不能接受別人這樣生氣 是因為我不容許我自己這樣去討價還價 我也不容許我自己去這樣子花脾氣 現在我學會了 等我的先生叫蔡柔松 等到他要花脾氣了 我就趕快快點趕快出來 結果我每次一說 他說我要花脾氣 我說趕快趕快 有氣什麼地方我的什麼行為讓你生氣 我的哪一個表情讓你不舒服 我的哪一句話讓你不舒服 你現在趕快講 那我就不會換同樣的錯誤 趕快 我準備好 還是你要去臥室裡面 還是你要就坐在我面前表達 他每次我這樣講完他就氣就笑了 這滿有笑的 當你去跟你的朋友說 還有什麼氣 再來講給我聽 還來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 你能夠接受也允許他可以有氣 你針對我們來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真的還沒有準備好 這個又必須講的那個覺察非常重要 我清不清楚我現在的狀況 我的覺察可不可以 我的狀況我是不是準備好要去聽別人對我的不滿 我可以了嗎 那可是我要能夠去聽別人對我的不滿 可能最根本的一個東西 我要能接受 我有時候就是做得讓人不滿意 如果我一直要讓我自己非常的perfect 非常的好的時候 我不能接受我自己有任何讓人不滿的時候 我就根本沒有辦法接受別人對我不滿 這一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講的人 他是要為了長久的未來 他跟你講 那是絕對是用愛心說真心話 但是不是accuse 不是accuse 要basic在這個基礎是用愛心說真心話 而且還要再基礎一個是對事不對人 我愛你唐莉 但是我還必須要跟你講 某些時候的某些話 你講的不對 你傷害我 第一次 第一回合不通沒關係下一回合 再來一回合 一回合的來 你就知道說 真真這個人是希望怎麼樣對待人 怎麼樣被對待 那有的是 我是絕對是愛你愛我 立人跟立他 立己跟立他是一定共存共榮的 一定是 一定是糾纏在一起的 因為我要跟你走很長遠的路 你一次兩次三次 要跟我一回合一回合的要merge 所以我告訴你 因為我愛你 我信任你 你不高興聽 但是沒關係 下一回合 反正我講了 let it out 接下來的就是慢慢來 時間 我想很多東西真的需要練習 也需要一些時間 讓自己可以在當中去感受 然後在不同的狀況裡面做一些調整 當然很重要的是彼此互相給回饋 讓對方告訴我他對我的感受 那我也很誠實的把我的狀況讓對方知道 但是是在一個比較理性沒有帶情緒的狀況下 如果我還有情緒 我可能得先把自己的情緒先處理好 我才有辦法去跟對方比較理性的溝通 要不然我沒有辦法跟對方說什麼 這就是說講的人不要覺得在accuse人 聽的人也不要覺得他是在攻擊他這個人 就在講這件事情 他對你還是信任的 他因為信任你他才要跟你講 他要是覺得你這不值得一講的話 也不用講了 是 所以就是說一種信任的 基礎在一個信任跟愛的上面 我可以非常愛你這個人 但是我也同時可以很討厭你做的一些事情 這個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對 但是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需要放到腦袋裡面的概念 因為常常我們都覺得我愛一個人 就好像他所有的一切 我就通通都得接受 然後就會強迫自己對於他一些事情我不滿意 我會閉嘴不說 那你就會失去他 但是那個也讓自己很受委屈很受傷 所以反而變得彼此的關係變得變不好了 那個關係開始變得有距離了 不過我想我們會有很多的機會 慢慢的再來去針對每一個不同的主題 可以有一些的討論 然後這些朋友都會一個一個變成我們節目的嘉賓 然後上來跟我們有一些分享 那今天非常非常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然後看我們的這個節目 聽我們大家的分享 那也希望將來還有機會 然後再跟你們分享更多 關於New Age的一些訊息 然後關於怎麼樣在生活裡面 去運用New Age的一些概念 然後讓我們每一個人活得更快樂更自在 今天謝謝各位 Я вам могу… yes 我不要這麼嚴肅 要… 要… 對啊 其實還是… 像剛才一樣 intersection 乾杯 我拿的是 Kent Weber 谁真正读了他那个 Grace and Greed 你一直在街上 优优独播剧场——YK